欢迎大家来到主日学系列 罗马书 传备的救恩 今天是第六课 两栗相争的痛苦 第三节 考核 以下来有十五条问题 每问完一条问题之后 我会给大约五秒钟的时间大家去作答 现在正式开始了 问题一 律法约束的能力 是在人活着的时候 还是人死了之后 答案 律法约束的能力 是在人活着的时候 问题二 一名妇人在她丈夫还在世时 竟然归于别的男人 就是与此男人有婚姻中的性关系 她称为什么 答案 那女人被称为淫妇 问题三 我们基督徒凭什么 在律法之下如同死了 使我们脱离 使我们脱离 律法约束的 答案 我们基督徒恩信基督与他生命联合 借着他的身体 钉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宿罪 同时恩信 使我们与他同死 好使我们在律法上 如同死了 脱离 脱离律法的约束 不再受律法的控诉 问题四 当我们还属肉体 就是受罪核制的情况时 我们因什么 而结出死亡果子 答案 我们因律法而生出恶念 并最终结出死亡的果子 问题五 我们肯定律法不是叫人犯罪 那么律法是为什么而有的呢 答案 律法是叫人知道何为罪 知道哪些被臣算为是犯罪的 问题六 司律宝罗用了哪一个例子 来说明律法的功效呢 答案 斯图保罗引用律法说不可贪心作为例子 来说明律法的功效 问题七 是什么是什么叫你的贪心发动的呢 答案 是罪趁着戒命 叫诸般的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 问题八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但戒律来到最又怎样呢 这使我知道自己是必要死 答案 革命使我里头的罪活过来 使我知道自己是必要死 律法是圣结的 律法是圣结的 公义的 良善的 并且更显出罪是怎样的呢 答案 罪是恶极的 问题十 圣经说我们是已经卖给罪 我们从何得知这个事实呢 答案 因为当我立志为善的时候 却无能力行出自己所立的善 就是神看为正的事 问题十一 司徒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之所以行出恶 是谁在我们里头作的呢 答案 司徒保罗告诉我们 原来是住在我们里头的罪作的 问题十二 司徒保罗告诉我们 原来人里头有一个定律 这律是什么呢 答案 当我们里头愿意行善的时候 便立即有恶从里头出来 问题十三 司徒保罗告诉我们 当我内心原是喜欢神的律 就是神美善的律法 这个时候呢 他却被肢体中 这种负从犯罪的律 这一股势力 怎样呢 答案 这种现象 好象膠剪 即是打仗 自己好象被老去 所以 就被负从犯罪的律 就被负从犯罪的律 老走了 不能够行 喜欢神的律 那个方向 问题十四 司徒保罗常在者交战中被老去 这叫他的内心如何呢 答案 他内心感到痛苦 问题十五 司徒保罗在者痛苦之中有出路吗 如果有 那是什么呢 答案 他只能靠主耶稣基督才能脱离者痛苦 好了 答了十五条问题 不知你答对多少呢 好了 现在就进到尽心思考了 第一条问题 未有人向你说 你不可以贪心前 你内心是否已经有贪心呢 且使你对罪有何认识呢 嗯 没错了 一说到贪心呢 就有很多画面呢 就从我自己的 老海当中 就浮现了 贪心呢 那贪心呢 与生俱来的 人见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就不单只想要那些 还要多些 满足自己里头的需要 当然啦 读完罗马书 有关于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的原因 透过圣经呢 很清楚解说了 人里头 贪心的本相 源于里头有罪 罪已经存在了 其中一种的 显明的反应呢 就是人有 贪欲之心 而罪里头就包括 贪欲之心 已经在了 那什么时候 会蠢蠢欲动呢 如果律法 没有入到我的内心呢 就不显出他在 当律法一来 说不要贪心啊 这个贪心就 就立即就好像呢 翻翻山那样 出现了 所以命令一来呢 呢 里头那种私欲 敗坏 就立即浮现了 那么 例如以前呢 没有贪心 去玩 一些赌博的游戏啊 那里面的贪心呢 就很想赢哦 那么 越贪 就越想玩 越想玩 就越想赢 越想赢呢 就去拿钱玩 怎不知玩玩一下呢 就没了钱 那怎么办 那就做其他更恶的事 偷钱 所以呢 这个贪心呢 真的很可怕 那么 当然啦 我有这样的恶行 里头有这样的贪心 最终是因为什么呢 最终是因为 最终是因为 罪 所有败坏的私欲 都是源于 一种罪的权势 有股力量在我里头 要行出种种败坏的私欲 其中一个就是贪心了 好了 如果罪在我里面行恶 为什么神还要因我所犯的定我为罪呢 嗯 这个问题呢 真的很好 其实 有时候呢 人呢 对圣经呢 读到一知半解的时候呢 就会按 人那种的败坏的方面呢 去作出向神的控诉的呗 是啊 如果不是阿当之前犯罪 我就不会搞成这样啦 那既然是说我里面的罪作 可能有一个正面的我不想这样做的呗 是那个罪将我捉走的嘛 那但是我们仔细读完罗马书 我们就知道 神不是按阿当做错那件事 来罚我们所有人 好似他做同一件错事哦 而是当罪引入来之后呢 每个人 如先都有神给他的良心 律法的功效在里面的啦 所以 当神将律法功效给了每个人的时候 我们违背了良心里面 显明那种的律法的功效 背叛了神给我们正面的引导 而选择了行恶的话呢 那就要按着律法受审判咯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咯 好了那到这里呢 又怎样去解释 如果是我里面的罪作 那为什么要捉我呢 为什么要审问我呢 其实呢 宝来这里呢 就是将人犯罪里头的那个我 里头有两个那种的取向呢 彷彿好像二分法那样显明了出来 一个呢 都是自己里面那个 一个败坏的罪性 那种败坏的私欲 会在罪权底下 一种败坏的事实 他想 里头 我们的另一个 想行律法那种的心态呢 成为一个 追随行恶的努保 其实 宝来在这里这么说呢 就是想将这个 仿佛二分法的过程 显明了人里头的挣扎 其实都是同一个我 只不过有一个我呢 是忠义神的律法 另外有一个我呢 其实就是那个败坏的私欲 要将一个原本可以去行善的生命呢 老走了 而这个可以行神善的生命呢 已经因为阿当的犯罪 将罪权的介入呢 我们无法脱离 虽然是这样 但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仍然是由我这个人里头作选择 并且 神已经预先将 道德 良心 罪的功效呢 刻画在每一个人心里 所以 最终 都是我里面 行恶那个 主导主 去行恶 犯罪 所以 在这里 表面上的二分法 好似为自己可以 说得来可以脱罪 但其实 都是在说 原本那个 自己 犯罪的我 所以呢 如果罪在我里面行恶 为什么神还要因我所犯的定我为罪呢 因为 罪在我里面行恶的我 就是我 本身的我 希望大家 能够在这些这么深的思考题里面 明白 是我自己犯罪 所以神按公义呢 要审判我 只不过我里面有一个 因良知 因律法的功效 思恶在我里头 去告诉我应该有行善 但因为罪权的介入 我已经没有这种能够行善的能力 只有爱慕善的动机 或者那种的喜欢 却没有能力走出来 所以保罗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 此事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要面对自己 最终按着 自由 去选择行我 虽然 按善经而言 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自由的能力 走出神 要我走的线 但我仍然有那种智慧分辨能力 按着律法的功效 显明不应该去行恶 但我却行了 所以神就按这个方向去审判我 好了 希望弟兄姐妹们 能够透过这个尽心思考的问题 更加了解这一课的内容 更加更深去认识自己 里头生命的败坏 如何靠着主 能够去得胜 得蒙 拯救 好了 到最后就是今句题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圣经 我也很喜欢的 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指 这样说 我们不如一起读 我真是苦 尽能够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保罗在第六课 即是罗马书第七章 就说了人里头那种 为罪 为行义 那种相争底下的痛苦 他这种痛苦 就是每一个罪人里头 心灵里面的真相 有人不理他 有人去禁止他 但是保罗为我们 在这种心灵的挣扎 发出声音 他说我真是苦 谁能够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 当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犯罪 而你当知道要受罚 那种心灵的时候 这个取死的身体叫人痛苦 但是当听到福音之后 就是人一个能够脱离 一种取死的生命的好消息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很肯定地说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我们透过圣经的启示 知道人不需要用立功之法 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是用信主之法 而且是唯一的救助 我们再读一节经文一次 罗马书7章24-25 我们可以背 我真是苦 谁能够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今天第六课 两栗相真 的痛苦 第三节 巧核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by bwd6